而且关键就是什么呢 不一定每个都是要在构造时候需要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会建一个builder 用它来一个一个的去拼装 你想用的哪个你去设置一下 你想用哪个去设置一下 把机设置设置好了过后 没有设置的就是默认值 或者就none 都没有关系啊 都弄好了过后 你再create 返回一个你想建立的这样一个对象 这样子的一种方式 这就有点像我们汽车装配 汽车装配的工序也是非常复杂的 对不对 我们没法一次性把它装配成功 所以我们先在这个车间去装配它的外形 然后我们再在这个车间去装配它的轮子 再在这个车间去往里头开始加引擎 到最后一个车间去开始去喷漆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有一个builder对象 每一步都去给它去设置不同的装配步骤 最后装配完了出厂的时候 他说掉一下create 一样车就出来了 这个所以比较适合用于我们复杂的情况 好 所以大家一看到这个builder 不要认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非常恐怖的东西 特别是很多人一遇到这个builder 有的时候builder和非builder傻傻分不清楚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builder 他就是说 我有的时候想起用builder 有的时候想不起用 怎么办 还有这个builder 一复杂一多 我就忘了怎么用了 事实上很多人刚开始学大二楼了 就告诉我桑迪好难记忆 因为我看这个代码 就建立一个大二楼的代码好长 对吧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根本就记不下来 但我就说了 你要记核心 我们现在开始来装配 好 我们现在我们不是有另外一种写法吗 我们这样子 对不对 我们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来点了 我们先不create 我们这样子 Java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写法 我拗了一个builder 然后我直接点set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去set 它这里面的这些属性了 相当于就是掉了builder 这里面的这些set属性 看到没有 好 我们set哪些呢 它这里头有哪些东西可以设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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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时候我们要用到那种 比方说Progress的那个对话框的时候 进度条的时候 等的很久的时候 你不耐烦了 说正在更新请等待 如果你不让他 不允许他退出 是不是他怎么必须要等你 这个更新完了 你自己来操作这个创举的消失 所以这个情况默认 是不是应该让他为True 他不想了 他是不是点Bive就返回了 我就取消这个动作了 对不对 然后 什么自定义的Title 也就是说 我们上面那个Title 可以自定义很漂亮 你给他扔个ImageView上去 是不是就很漂亮了 Icon 给他设置一个图标 实际上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的这个系统 当然了 我猜都能猜得到 他实际上通过Build 他最终在Create的时候 跟我们的Manual类似 你看我们Manual 是不是也是Uncreate 是不是类似的要干嘛 在Create的时候 要见试图出来 最后 肯定很难 不见试图 我们看不到 对不对 他见试图的时候 我想他肯定又有 又有一个什么 系统的Layout 这个系统的Layout 的一些方法 等下 他的系统Layout 里头肯定有个Image 所以他才会给我们 封装出一个Icon 这样一个方法 这就是我们 Elet Dialog 对不对 你想知道 他的这个结构 也用Hierarchy 去看一下就可以 当然我们也可以干嘛 待会 我也给大家看一下 原代码 也可以 那好 那我们就开始玩一下 这个还有什么 SetItems 这居然可以传输组 也就是说 也可以有多项内容 看到没有 那我们去试一下 所以他还可以出现单选框 多选框 各种各样的 你看这个就是多选框 刚才这个可能就是 个单选框 很容易理解 Negative 我们Negative 我们就知道 是否定的 然后那肯定就是 Yes or No 我们Elet 那个对话刚 Yes or No 这就是No的 那个按钮 他默认的那个 Layout里面的 No的那个按钮的 这样一个事件 封装 对吧 不是事件封装 他的Tax属性的封装 这个是当你 按了退出了之后 你要不要 触发什么事件 当你刚才传了一堆 Items 你传了一些 数组啊 干嘛的 传进去过后 点了某一项 你要不要去 触发一个事件 你看到没有 像在里头 放在Layoutview 很有意思 这个肯定就是 Yes按钮了 Positive Single Choice 这个是单选 Title 好 我设几个常用的吧 你看这样子 大家想象一下 你看这个对象就很复杂了 我们猜 跟我一块猜一下 里面有几个组件 我是这样猜到的 至少一级的View 肯定有这几个 有个ImageView 要放我们的icon 对不对 有好几个Button 有什么PositiveButton NegativeButton 这些东西 对吧 有一个ListView 这是无庸置疑的 肯定有个ListView 在里面 或者 可能不一定是ListView Spinner 不不不不 反正是个AdapterView 反正 肯定是有个AdapterView 在里面 很有可能是ListView 还有谁 肯定还有我们的 普通的TypeView 我们到时候来验证一下 我猜的对不对 你看这么多复杂的 机器属性 我如果不通过Builder 这样的一种模式 是不是很讨厌 写起来就更难记了 这样子我们就轻松了 先设置一下Title Hello 到了 继续 Set一下 大家注意啊 对出学者注意 不要不要打 结束符号 Set一个我们的icon 找到一个哪个呢 当然 Driple里面的icon吧 这个内部吧 再Set一个什么呢 我只要设置一些证文吧 Message 这肯定是个TextView 对吧 GearWarner Exact 再设置什么 设置它的按钮了 我下面就要设置按钮了 先设置它Yes 这个按钮了 显示文字 Positive Button 看没有 那我 但是它里头有两个参数 我们猜都能猜到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 设置它的Text属性 第二个参数是设置它的事件监听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就是Yes 这个就是New 一个 OnClick 再Set一个 再Set一个Button 我看 Negative NegativeButton 类似 No New一个 OnClick 好 那么这个 基本上设置 我就认为 就设置这一叉 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要做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Create返回就行了 最后我再调用一个Create 它就会返回一个 Alice 这样一个微箱 对不对 OnClick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事情呢 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要把它 要把它干嘛 要把当前 点了Yes 表示我要退出 我当然就要把当前的Activity 关掉了 Manuel 看来你今天状态也不好 你半天都想不起来 Finish 点 Finish 这是不是就退出当前Activity 那么这个No的时候呢 我是不是就直接取消当前这个窗体就行了 对吧 那我应该怎么样呢 Cancel 不是在这里 在当前的这个大老格里 你看到没有 他把这个大老格也给我们传进来了 这个就是当前大老格的这样一个印射 所以这是一个接口 这是一个接口 它这个是回调函数 肯定是你点的时候 它是已经建好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设计 所以设计模式很讲究的 这就是我们已经建好了大老格 已经建好了大老格 你就可以用Cancel了 那么用Cancel 还有一个Dismiss 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Dismiss就是解放嘛 Cancel就退出嘛 后面我会提到 Dismiss是现成安全的 实际上Dismiss是什么 发消息去把它给Cancel掉 这样子我们可以用在哪里 比方说我们用那个进度 进度调的那个对话框的时候 我们肯定后才有个现成 对不对 我肯定我到时候 我现成工作 比方说要加载什么内容 触手画什么内容都做完了过后 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掉这个Dismiss了 好方便 对不对 你就没有必要 不然的话 你是不能去动态 去更新这个界面的显示啊 隐藏啊 对不对 好 我们先用Cancel吧 这个大家注意啊 Dismiss Dismiss也是一样的 好 这样就Create起来了 Create起来了过后 好像我们还没有用 我们只是有这样一个实力了 对不对 那么我下面就要一起用它了 那么按照常规的方法 叫什么呢 我们猜都能猜到 应该是有个秀吧 Yes OK 我们就在这儿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大家注意啊 我没有用到系统的回调函数 没有用到系统的那些什么 On什么什么的 OnCreate Download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说把系统那些东西 它实际上就这么来的 封装嘛 所以后面我们讲到自定义组件的时候 我也会去教大家怎么去 去定义你自己的自定义事件 去封装这样的一些过程 我们点一下这个 是不是就出来了 很漂亮吧 这是我们想要的 看一下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点个No 把它取消掉 再点个Yes 就退出 果然实现我们的一个效果 好 我们再深入的去走一下 我们之前看 在构造的时候 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有什么呢 我刚刚说到了 这里头还有 可以去设置一些什么选项 对吧 那我们来设置一些呢 我比方说我设置一个单选 这不是有 single choice items吗 它要设什么呢 第一个把速度传进去 然后 然后是什么 我看 checked item checked item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资源了 就是 就是跟我们以前做leaseview是一样的 就是那一行的那个layout 那个资源文件的ID 对吧 这是点了货后的这样一个事件监听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下面还有一些重担方法 第二个重担方法就是从我们的那个 IroList IroStream里头 直接 XML 加载 跟我们之前讲过是一样的 我再把我这个菜单给它拿来用 然后重复利用 那么我们这个还是定一个系统的吧 系统的里头去找一个 随便找一个 哪怕在spinner里头找一个都可以 这个是我们的new一个onclick listener 还是一样的 在这儿的话 我再次点了之后 我就把它打出来就行了 第二 make 后面我会 有机会我会专门讲一下设计模式 像这个又是一个设计模式 而且这个设计模式 其实跟我们现在 跟我们的这个构造是一样的 它也是 废弃 然后 嗯 这个是 三 秒 短 哪 早点吃太 OK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我把这个改善dismiss 效果也是一样的 点一下 嗯 我们是不是哪没设 我来看一下 看是不是哪 要不然就是那个没选 对 layout的对象 没选对 看一下啊 有没有 啊 选他 可能你 里面textview的那个名称 可能有一些不一样 对吧 我们选他 single choice yes 他你看正好对应到我们这三个 对不对 一个itm 那么itm就是没有选项的 普通的 我把这样改成dismiss 都去多实验一下 不怕错啊 就怕你不敢去做实验 点一下 再看一下 看一下是哪个地方还没有设 set message items single choice item ok list adapter 哦 有两个参数啊 是 check item 指定 which item 这是指定 指定第几个 选项被选中 我说错了 指定第几个选项被选中 也就是说我们不用再去指定 它的一个layout了 不用再去指定一个layout了 好 我们来更改一下 它的layout已经默认指定好了 想想也是 我们先给它设置一个都不选中 这样应该没问题 但是它也不应该空白 点一下 奇怪了 稍等我再调一下 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来想象一下 我突然发现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给它呈现了一个列表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不应该去设置它的里面的正文 不然的话可能会引起冲突啊 所以我们猜一下 是不是因为设置了message的问题 我把它做消掉 就是这个是它典型的模式 如果现在你要把它做成一个列表一样的 那它中间的这个正文就不应该出现了 对不对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可能它们还有一个冲突关系 我们再设置一下 咱们去起码 咱们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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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来 咱们去大咱们去 咱们去 Dar咱们去 咱们去的 咱们去咱们去 每个咱们去 好 我们将来